众说蓝谈风云,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。 北京时间8月2日训,胡人队今年夏天在市场上有益了很多球员,但至今一无所获,阵容中唯一的重大补充是新秀克内克特和布朗尼,其中只有克内克特有可能成为新赛季的轮换球员。 不过仍然有一个组建三巨头的机会摆在胡人面前,甚至能让他们重回争贯行列。 今日,据The Athletic胡人记者周文波奥报道,勇士试图收购马尔卡宁,为了避免被竞争对手抢走,胡人正在考虑拿出巨额筹码完成马尔卡宁的交易。 同时,他们认为马尔卡宁将是詹姆斯和戴维斯的完美搭档,他身材高大,投篮技术精湛,抢篮板能力出众,在雷迪克的全新进攻理念下将大放异彩。 波奥说,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胡人队可能的报价是奥斯汀里夫斯、巴村磊,2028年首轮选秀权交换,2029年首轮选秀权,2031年首轮选秀权。 胡人休赛期交易大绝杀。不能怪安吉,这报价谁都拒绝不了。 虽然从年轻球员和首轮签数量看,胡人的筹码不比勇士更有优势,甚至如果勇士考虑拿出波杰姆斯基的话,胡人此前的非卖品,里夫斯也要略逊一筹,但真正打动爵士的是这三个首轮签。 全联盟没有一支球队的未来资产像胡人队一样有价值,尤其是詹姆斯两年后可能会退役,没有詹姆斯的胡人很快将进入重建,布朗尼不会立刻继承詹姆斯的一波,农眉也可能去其他球队继续追求总冠军。 并且在完成这笔交易后,爵士实际上控制了胡人未来四年的选秀权,因为此前他们在威少的交易中获得了胡人2027年选秀权,胡人的命运将掌握在老狐狸安吉手里。 话说回来,考虑到马尔卡宁的影响力,胡人这次冒险还是值得的。 马尔卡宁在进攻端的表现堪称完美,他能够在詹姆斯不在场的情况下拉开空间,同时还能组织进攻,而詹姆斯不在场时,这也是胡人上赛季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。 他不断提升的组织能力和可靠的投篮能力,使他几乎可以适应胡人的所有阵容变化。 他也可以在农眉不在场的情况下与范德比尔特一起组织前场进攻,并在与詹姆斯和农眉并肩作战时,充分利用他们两人的进攻优势。 另外,胡人队本赛季将里夫斯和巴村磊送走,换来马尔卡宁1800万美元的合同,这样一来,他们就不需支付奢侈税了,这也是佩林卡想促成交易的原因。 近日,克里斯蒂参加了布瓦的播客节目,他也在节目上,他谈到了自己在今年夏天与胡人完成续约的事宜。 克里斯蒂表示,我想继续成为一名胡人,我也想要回到这里继续打球。 我相信我们球队拥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,能够与胡人完成续约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。 我觉得自己在上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还不错。 我提高了自己的三分命中率和投篮稳定性。 至少从数据上看,我在这一点上还是做得很不错的。 但是有些遗憾的是,我并没有得到想要的上场时间和机会。 当然了,这一切不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。 在上赛季的NBA常规赛中,克里斯蒂总共代表球队出场67次, 场均出场时间达到了14.1分钟,场均数据为4.2分2.1篮板0.9助攻0.3抢断0.3盖帽, 投篮命中率42.7%,三分命中率35.6%,罚球命中率78.3%。 到了季后赛,克里斯蒂并没有得到一次出场机会, 他坐在板凳席上看完了整个系列赛的比赛。 克里斯蒂其实在常规赛阶段一度得到了进入轮换阵容的机会, 但是他在赛季后半段的出场时间越来越少, 这也导致了他的数据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显眼。 其实,克里斯蒂在赛季前半段的表现倒也是具备一定的亮点的, 他也展现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, 但是到了赛季后半段,他却莫名其妙沦为了板凳末尾选手。 今年夏天,克里斯蒂成为了一名受限制的自由球员, 最终他与胡人完成了续约, 克里斯蒂得到了一份为期四年, 总价值高达32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, 其中合同第四年部分还是球员选项。 克里斯蒂在场上的表现与这份合同的价格存在着巨大的差距, 他的表现完全配不上这份合同, 只能说胡人确实是对他的潜力非常看好, 这种情况下,他们才愿意为他送出这样一份巨额合同。 当然了,上赛季胡人的主教练达尔文·哈姆已经下课了, 在更换主教练人选之后, 球队在人员使用方面也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变化, 说不定克里斯蒂在下赛季也会得到更多的出场机会。 如果克里斯蒂能够按照大家预期那样成为一名合格的3D类型侧翼球员, 说不定他的合同也不会太亏, 但是如果他连轮换阵容都进不去的话, 他的合同也将会变成一份垃圾合同。 季后赛首轮出局, 这了胡人球员们充足的时间去恢复身体机能, 并且从詹姆斯和农梅在奥运会展现出的能量可以看出, 他们的精神面貌和体能都很出色。 除此之外, 胡人的其他几名核心球员在这个休赛期也有不同的任务和计划, 巴村磊跟随着日本南篮同样在征战奥运会, 里夫斯则是四处做活动, 他目前处于中国型的活动当中。 而胡人的核心空位丹吉洛·拉塞尔现在也在巴黎观看美国南篮的奥运会征程。 在观看巴黎奥运会的同时, 拉塞尔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 他谈到了很多方面, 除了称赞了队友詹姆斯的统治力之外, 拉塞尔还谈到了他昔日的队友爱德华兹。 对于这名未来美国南篮的潜在领袖, 拉塞尔对他称赞有加, 他表示爱德华兹已经非常强大了。 除了在传球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之外, 在拉塞尔眼中, 爱德华兹已经是一名非常完美的NBA球员了。 不过, 在谈到自己的处境时, 或许是开玩笑, 拉塞尔表示他需要保住他的小钱, 因为和爱德华兹这些年轻人对抗, 他挡不住他们, 即便他还没有到30岁, 但面对爱德华兹、东西齐这些新生代时, 拉塞尔显得没有自信。 拉塞尔的表态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, 当然了, 他对自己清晰的认知站在胡人球迷的角度, 这有点让人哭笑不得。 因为胡人这两年的季后赛之旅, 拉塞尔的表现都是差强人意的, 对于胡人球迷而言, 他们肯定希望拉塞尔能够在心态方面强硬起来, 毕竟常规赛他作为胡人首发空位, 拉塞尔的表现绝对是合格的, 但到了季后赛, 他就打不出自己的风格, 这绝大部分是被心态所影响。 而且作为运动员, 大部分人都是自信且好胜的, 没有人会主动示弱, 尽管拉塞尔被认为有自知之明, 但这名昔日的榜眼秀在心态层面还是让人有些失望。 从拉塞尔的表态可以看出, 为什么他选择执行下赛季价值180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, 重新回到胡人的阵容当中。 说实话, 就像拉塞尔自己所说的那样, 他想要保住自己的小钱, 这么做是他达到目的的唯一方式。 因为经过交易市场的评估之后, 年薪1800万美元的拉塞尔在市场上没有什么价值, 甚至胡人搭上一个未来的首轮选秀权, 他们都无法从老鹰换来得章泰莫里。 说难听点, 即便搭上一个首轮签, 对手球队都不认为拉塞尔的价值配得上他的合同。 这么一举例, 相信球迷们对于拉塞尔的价值会有一个新的了解。 从季后赛的角度出发, 拉塞尔进攻无法得到保障, 加上他防守本身就没有侵略性, 效果很差。 随着问题的暴露, 现在外界普遍认为, 如果拉塞尔进入自由球员市场的话, 全额中产会使他能得到年薪的上限。 此前, 拉塞尔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, 他愿意为活塞这种球队效力的言论。 当然了, 拉塞尔并非是示好活塞, 他只是举个例子, 他的原意是他希望为一支想要他的球队效力, 这支球队可以是创造连败记录的余南。 拉塞尔当时的表态, 也被认为是他对于自己在胡人处境不满的表达。 因为胡人将拉塞尔摆上货架, 四处寻求交易, 这甚至都不是什么秘密。 而且, 当时站在球迷的角度, 大部分人都已经接受了拉塞尔可能在休赛期跳出合同, 离开胡人的可能, 毕竟胡人确实一直在寻求交易拉塞尔, 而拉塞尔对自己的处境也非常不满。 但最终, 拉塞尔居然执行了下赛季的球员选项, 重新回到胡人阵容当中。 不过, 即便事实和设想有出入, 冷静下来, 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。 毕竟拉塞尔季后赛的表现依旧糟糕, 他并没有证明自己, 这也就意味着拉塞尔一到季后赛就拉垮, 这成了拉塞尔摆脱不了的标签。 竞技体育就是那么残酷, 对于球员来讲, 嘴上说的在强硬, 对自己的处境再有不满, 主动权都是需要靠场上的表现来争取的。 尽管胡人给了拉塞尔球员选项, 但这并不意味着主动权在他自己手中, 他场上的表现没有达到应有的标准, 他的未来依旧是悬而未决的。 好了,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 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, 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, 也点赞关注, 我们下期再见。